随着夏季的到来,大量的鲑鱼开始回忧,在这个时候,因纽特几个家庭的成员就会陆续聚集到一起,共同捕获鲑鱼。 不得已,富贵一家继续踏上了迁徙之路。 边赶路,珍珠还不忘摘一些地上长着的羊胡子草花絮。 这种白色花絮非常类似棉花,在缝制衣服的时候既可以填充到衣服里起到保暖作用,还可以当作装饰品缝在衣服上,并且它也是很好的引火材料。 它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,叫做雪融化。 虽然正值夏季,但是北极地下的常年冻土并不会融化,所以地上消融的血水不能完全渗透到地底下,就会形成一处处的小水洼。 正是这些小水蛙给文盈创造了非常有力的繁衍条件。 富贵喘着粗气,一步一步艰难走着,文盈不停地围着它转,这让它非常烦躁,时不时地还要拍打一下。 任劳任怨的艾斯基魔犬,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为这个加紧心尽力。 比起冬季迁徙,其实在夏季反倒更累,在湿漉漉的台园上走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而且他们还要背着沉重的行李。 小时候看西游记,总觉得沙尸地是最累的,现在看到他们这幅场景,小编不禁要感叹,他们属实活得不容易。 当遇到浅洼地的时候,富贵就会把小壮背起来,以为还有行李的缘故,富贵就会将行李上的皮带套在额头上,再让小壮趴在行李上。 富贵绝对算得上是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。 经过这一路的长途跋涉,富贵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,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富贵的小舅子。 小舅子提前一周就到达了这里,小舅子先是关心起了小壮,平时他就对小壮喜欢得不得了。 看到小壮长这么高了,而且还换了新发型,小舅子一个劲夸在小壮。 接下来要紧的是,就是搭帐篷了,珍珠把艾斯基摩犬牵到一边,不让他乱跑。 富贵和小舅子商量着,选了一块平整干燥的地方,准备开始搭建帐篷。 大家一起搬起地上的石头围成一个圈,圈的大小也就意味着帐篷的大小。 小壮抓住了一只蝴蝶,很开心地拿着玩耍,化了发型的小壮,看上去是不是更像大孩子了呢。 这次的迁徙,把这孩子的脸蛋也给晒黑了。 富贵和小舅子继续搬着石头,珍珠将海豹皮书展开。 海豹皮书展开以后,珍珠拿石头将边缘处压住。 小舅子将海豹皮用木棍支撑起来。 顶部用绳子绑结实。 海豹皮支撑起来以后,珍珠将海豹皮底部的绳子绑在石头上固定。 最后再用一根长棍,从帐篷里面再支撑一下就算完工了。 珍珠拿着长棍去支撑,结果把帐篷弄塌了。 有网友问他们为什么不住石屋,其实跟他们常年迁徙有很大的关系。 石屋费时费力,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,而且他们极易满足。 在夏季的时候,搭一间简易的帐篷,一家人能够遮风挡雨,有个栖息之锁就足够了。 湖面上,成群结队的北极荣鸦在一起栖息游玩。 当他们起飞的那一刻就如闪电般挥动着翅膀。 再过几天,族群里的另外几家人也会陆续到达这里。 到时候,他们就会共同捕捉鲑鱼,并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。 在我们看来,可能会觉得他们这种常年迁徙的生活很苦, 可是因纽特人却早已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, 他们积极乐观地面对苦难,忍受苦难,愉悦苦难。 画面中的这只红腹冰玉,肚子圆滚滚的,是不是很可爱呢? 每年的这个时候,他们都会来北极找对象,谈恋爱,然后孕育下一代。 北极的夏天真的很美,生机盎然,鸟语花香。 小编都有点想去看看了,大家有想去的吗? 我们可以组团,想去的评论区留言。 下期让我们看富贵和小舅子用什么方式大量捕捉鲑鱼。 谢谢大家对小编的喜爱和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